位置在屯門,這個叫做新屯門商場 先說報時,今天是2024年8月30日,時間7時11分 剛才在下方坐升降機上來的,所以是二樓,來到這裏 留意到有兩邊入口,先走到這邊 麥當勞,有間賣傢俬 米子,第一次來的 感覺上,這裏很闊落 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看看這裏有什麼 米麵飯,水煮魚 有否拍攝相機 這裏有很多自炊店 不同品牌都有 好,順風 這裏去哪裏呢?出去看看 看我先 有條行人天橋,下地叫做輕鐵車廠站 對面有個哥爾夫球場 是玩一些Driving Range 練開球的 好,進去了 Toys Point 好像遊戲玩一樣 不過,感覺上好像還未營運 雅居傢俬 雅居傢俬 Taste of Love 這麼厲害 名字 我還未知是亂一 原來它的英文是這樣的嗎? 加斯堡,感覺上很有趣 這麼大間 麥當勞 這個位置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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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先不要上去 先走這一層 旁邊這條柱都看到有什麼吃的 百分百大街落 Pizza Hut 喜相逢 喜相逢 中環那間喜相逢? 中環那間已經倒閉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間來的呢? 看看吧 阿信屋 Daiso 提款機來的 這個 歡樂新天地 不是歡樂天地 不是冒險樂園 不是夢幻樂園 不是夢幻樂園 歡樂新天地 這邊 有條扶手電梯 應該剛才錯過了 應該 去到哪裏呢? 不過 下面沒有店 就算了 我還以為自己錯過了任何東西 剛才下面找不到一個扶手電梯上來的位置 原來有的 還走了去搭升降機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這邊也是一部份來的 按道理 面對 劉筍廠 兩張椅子 這一部份很漂亮 順便看看天花板 上面是玻璃 我猜如果下午有自然光透進來 應該會更漂亮 這間店鋪相當大間 走廊相當寬落 這是補習社興趣班 原來是跳舞的 Daiso 另一套 Café de Caro 說得懶惰,大家樂 Daiso 有入瓶機 環保回收的一些位置 這個位置這樣做得不錯 雖然自己是普普通的壁畫 不過算是有點心思 好了,上去吧 應該只有兩層 這裏應該只是一個屋苑商場 但相對來說 感覺是 走廊很闊 走得很舒服 喜相逢酒家 都是叫Double Happiness 以前一樣 中華一間 不知道這間和那間有沒有關係 我想要慢慢上網搜尋一下 這個位置很漂亮 特別喜歡這個位置 好,繼續走 這裏同樣地有個電梯大堂 上來三樓 上來三樓 這裏又有FreshFresh 原來有很多分店 這裏有很多分店 原來 荷蘭冰室應該是 還是冰廳呢 應該是冰室 總共六佔 刻 是8% 白街 現在是後門 Carnegie cette food 外围 物业地产 旁边有家品店 但门口应该在另一边 美容 继续行 百佳正门在这里 目测的店铺不算很大 这个是 兴趣班 应该是补习社 这个是玩具店 五金 继续行 公民数 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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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行 15M单展 前几天去过 西营盘 还是石塘咀那边 那边有 10M 都是指头发的 这个位置很漂亮 刚才下跌过一次 刚才下跌过一次 这里 再次 旁边 另一间 The One 另一间铺 材料 都是雜运的 然后有一个 配眼镜 Seven 文具精品店 刚才看过 下一间Fitness 这边 应该是通去住宅的 我们不要进去 配合眼镜 配合眼镜 刚才来越望了 没错 这边是草宅的 由另一角度 看看这边 因为我的镜头不停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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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三軸防震 所以很难可以拍到很直 很直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剪头发的 这一间玩具店 文具店 它的位置挺好的 三边Display 中衣 干洗 室内设计 另外还有一些 有趣的东西 打火机 这一间店 挺有趣的 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还有酒 扭蛋 披萨森 披萨森 這裡是來自行 披萨森 披萨森 原來那間安安電業五金 這麼大一間嗎? 原來你們只有這麼多 剛才在後面見到那間店 正門在哪呢? 日本城,到處都有 牙醫診所 以前中環的喜相逢 XO醬是免費送的 即是給你一碟 剛才大約拍攝到這個位置 影片停止了 我的手機應該就是不行了 好,由這裡繼續 廟宿 廟宿 這裡是剛才拍攝過的 我剛才找不到這個家品店的門口 原來 門口就是這裡 後面幾間店 都是他們的 打通了 留意到 新團門中心現在最便宜 $388萬 好了,完了 現在打算走下去 前面客戶服務中心的位置 很漂亮,真的很喜歡 這個位置真的很漂亮 哈哈 看看三隻兔子 好,走吧 我還有幾個商場未去 今天應該趕不洩 山景廣場 商場是廣場 然後龍門居商場 我想我 都要留下某些 明天才再拍攝 或者過幾天才拍攝 不過都要看看天氣如何 所以都 少麻煩 可以留意到 有個拍單車的位置 好,這段片就在這裡了 我們下段片再見 拜拜 拜拜